桃園市卢族区中正中孝西路口科技执法 平均一天是开出有600张的罚单 有人甚至一次就收到了好几张 也引起了地方的反弹 由于有部分民众他们不是恶意要来违规的 只是因为不熟悉路况就占用了左转道 因此就被开单 那么科技执法引发争议 相关单位会刊之后呢 决定先暂停两个月 医院会同交通局警察局联合会刊 中正中孝西路口科技执法 现场吵成一团 因为光是这个路口 一天就开出600多张罚单 民众气得大骂根本抢前 议员投诉电话更是接不完 经过联合会刊 相关单位决定将科技执法暂停两个月 警方对于肇事责任的判断 是依照现场标志标线 耗志的规则所判断 人力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第二个暂停期间 民众检举及警方蓝停车辆 依照现行的规定办理 中正路与中小溪路口车流量庞大 为了避免车辆交织 交通局设置左转专用道 与执行车道分流 但去年12月科技执法上路后 不少民众因为不熟悉路况 造成执行车占用左转道 罚单暴增引发民怨 同时左转道占据一个车道 交通流量大时更造成规刀 现在两个方向的内侧的 左转专用车道改为左直车道 那我们交通局的号置会搭配 用绿灯早开加对开 加磁闭的方式来做处理 来避免执行车不走到 内侧车道所产生的执法争议 提醒民众 中正路与中小溪路口科技执法 虽然暂停两个月 但民众检举和车祸事故 仍会照现行标准开罚 请驾驶人注意 请驾驶人注意